第十六集剧情中 中殿差一点就要被大王大妃给毒死 这点彻底激怒了中殿 她发誓要当整个皇宫中最疯的女人 开始一个个展开复仇 中殿可不是说说而已 为了复仇 她特地换上了繁重的宫装 擦红唇 化身穿着古装的恶魔去找大王大妃 中殿替大王大妃准备了下毒那日的饮品 可是大王大妃却因为疑心不敢喝 而这也就是中殿的目的 让大王大妃开始对身边吃的喝的用的起疑 大妃喜欢的美食化妆品都是中殿特制的 想必到时候大王大妃肯定嘴馋到不行 而且吃不好睡不好也是变老的主因 正好一石二鸟 对赵大妃中殿同样没在客气 中殿知道赵大妃的弱点就是死去的儿子 于是中殿倾门踏户 来到大妃祭拜儿子的祠堂 并且威胁赵大妃 如果他再继续闹事 就让他再也见不到儿子的画像 霸气的中殿把赵大妃都吓傻了 看了实在是太痛快了 不过最可怕的还是对韩市长祖先的报复 中殿直接动用国母特权 把韩市长的祖先拉去当太监了 绝子绝孙 这一招真的无敌狠 中殿与华真高低利剑 中殿出手救华真 证明了我是比你更好的人 面对赵华真 中殿则没有那么猖狂 中殿其实一直都在等赵华真悔改 希望他能够亲自去告诉哲宗真相 但是华真一直执迷不悟 中殿毫不留情地告诉华真 现在的他内心丑陋得像个怪物 他一直装作是被害人 其实是加害者 这样的他连自己心里扭曲了都不知道 中殿一步步把赵华真逼到了湖边 在他快要掉下水的那一刻 中殿还是出手相救了 没有疯狂地吵架骂人 中殿不过短短两三句话 就击溃了华真的防线 后宫的最强疯女人真的不能惹啊 谁都不能欺负他老公 中殿举办了鸿门宴 送礼物嘲讽 电报惊世老顽固 中殿对朝堂上的官员也没有手软 中殿伪装成小太监 观察哲宗平时上朝的样子 发现自己的老公每次都被那些老顽固们欺负 这怎么能行 中殿二话不说 马上把这群金氏家族的官员们通通叫过来 用酒给他们下套 中殿甚至威胁 以后谁胆敢再反对哲宗 无视帝王 就让他们一个个全都消失在宫里 这群官员虽然不服 但每个人害怕得连气都不敢出 就算是面对大反派金左根 中殿也一样疯 中殿命人打造了一把宝剑 并把这把剑送给了金左根 中殿告诉他 这把宝剑代表着他当官时的功绩 然而金左根拔剑一看 这把剑又短又小 十足地讽刺了金左根的无用和贪得无言 这一招真的高啊 中殿说好的吃拉面呢 No Touch正式结束 中殿用未来的知识全力帮夫 除了复仇外 中殿和哲宗也越来越恩爱 没想到两个人就 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品尝拉面 不过两个人还是有所进展的 中殿再次向哲宗坦白 他是来自未来的男人 并且向哲宗科普了一些未来知识 中殿甚至开始训练红别尖 积耐力 即使改变历史也不害怕 中殿和哲宗甚至结束了No Touch 慢慢地变成了恩爱夫妇 话说也有很多网友吐槽 哲宗根本从一开始就知道No Touch的意思 却装作不知道 故意调戏中殿 真的非常腹黑 另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就是 中殿怀孕了 听到中殿游戏 崔上公 红艳 所有人都很高兴 哲宗甚至高兴到快飙累 然而主角本人却一脸的眼神死 中殿大概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他不但要和朝鲜的帝王园房 还即将怀孕生子吧 下集的预告中 中殿也要开始准备当妈妈了 崔上公红艳开始执行严格的胎教计划 不准中殿乱吃乱喝乱跑乱跳 逼得中殿几乎快要崩溃 另一方面 赵大飞也不甘心这么被中殿压着打 放出留言 想重伤中殿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过哲宗才不会让人欺负他的妻儿呢 哲宗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中殿调情 千百个留言也抵挡不了这对恩爱夫妻啊